连日来,伊朗与巴基斯坦一系列的操作也让外界感到看不懂,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显示,在伊朗与巴基斯坦进行联合军演期间,伊朗突然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发起了高调的打击行动,而这种不宣而战的打击行动也让巴基斯坦迅速撤回大使,并且发起了对于伊朗境内目标的对等打击。 在巴基斯坦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巴基斯坦还高调地动用了中国制造的歼-10CE战斗机进行行动,歼-10CE战斗机也是目前巴基斯坦空军战斗序列中实力最为强悍的一款战机。 而歼-10CE战斗机的出动,也意味着歼-10CE战斗机首次获得了自己的实战战果。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在巴基斯坦与伊朗相互开火的过程中,两国都没有动用任何的防空武器对对方的导弹或是战机进行拦截。 当然,这也是巴基斯坦与伊朗大打出手的过程中最为特殊的一点。 很明显,双方的高层都已经默许了对方的打击行动,之所以会默许对方的打击行动。 目的非常明确,因为巴基斯坦与伊朗正在唱一次双簧。 巴基斯坦与伊朗此次唱双簧,很明显就是想借对方之手来消灭本国境内的一些武装组织力量。 此前在苏兰曼尼忌日过程中,伊朗境内曾发生一次大爆炸,而外界普遍认为此次的大爆炸也与恐怖主义的袭击有关。 伊朗近日连续对三国境内的武装组织进行打击,有猜测认为伊朗很有可能是在为苏兰曼尼忌日上的恐怖袭击做报复。 而巴基斯坦境内的这支武装力量,除了对伊朗进行过伤害以外,当然也让巴基斯坦感到头疼。 所以,如今的巴基斯坦和伊朗都极有可能是在借对方之手来完成针对这些武装组织的倾角。 现如今,在巴基斯坦与伊朗大打出手之后,双方又已经火速地握手言和。 根据德新社在当地时间1月19日报道的消息显示,在经过一系列外交工作之后,巴基斯坦已经在当地时间19日宣布将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此前,两国分别对对方领土上的武装组织发起打击行动并且撤回大使,降低两国的外交关系。 而现如今,巴基斯坦再次与伊朗方面恢复关系,甚至将巴基斯坦与伊朗两国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是兄弟关系。 战言认为这已经表明了巴基斯坦和伊朗此前的一系列行动是在唱双簧。 巴基斯坦和伊朗两国唱的这一出双簧也是让伊朗见识到了中国制造的尖-10CE战斗机的实力。 目前巴基斯坦空军已经装备有尖-10CE战斗机,而这些尖-10CE战斗机实际上是要让伊朗感到羡慕的, 因为在伊朗空军的战斗序列中还装备有大量相当老旧的战机。 同时,俄罗斯答应出口的苏-35多用途战斗机迟迟没有到货。 在伊朗空军的战斗序列中实际上是装备有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的。 伊朗所装备的中国战机是歼-7战斗机,不过这些歼-7战斗机也严重的老旧。 巴基斯坦的歼-10CE战斗机实际上已经给伊朗上了一课。 战言认为在巴基斯坦的歼-10CE战斗机给伊朗上了一课之后, 恐怕伊朗也会更期待获得中国的歼-10战斗机。 当然,伊朗除了可以寻求向中国购买全新的歼-10CE战斗机以外。 战言认为,目前中国还有不少老旧的歼-10A战斗机和歼-10S战斗机。 若是伊朗可以获得一批二手的歼-10战斗机也可以提升该国的空军实力。 冲突后,双方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握手言和。 甚至将两国的关系描述为兄弟关系。 这突如其来的友好声明令人疑惑, 是否表明了之前的冲突是一场协同行动的一部分。 或者,双方只是在借对方之手来完成清剿本国境内的武装组织, 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 看似复杂,实则扑朔迷离,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政治算计。 要理解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地缘政治的复杂性。 这两个国家位于地缘政治的十字路口,被多个利益方牵制。 而军演期间的突发冲突可能只是这一地缘政治棋局中的一步。 伊朗一直在寻求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而巴基斯坦作为南亚地区的关键角色, 其与伊朗的关系牵涉到多个国家的利益。 双方为使用防空武器的情况引发猜测, 是否是高层博弈的一部分, 亦或是两国默许对方行动的信号, 这里牵涉到对境内武装组织的倾角。 高层可能通过这场双簧来遏制境内的武装势力, 而这一战略的执行需要仔细协商和默契, 以避免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突如其来的和解声明引发了广泛猜测。 巴基斯坦与伊朗之间的复杂外交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权谋, 它可能是一场早已商定的剧本, 旨在迷惑外界,掩盖真实的政治动机, 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合作, 以及这一联合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博弈, 兼-10C战斗机的亮相无疑对伊朗形成了一次军事震撼。 随着地区的紧张局势, 伊朗是否会倾向于购买中国制造的先进战机, 中国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展露头角, 而伊朗也许会对此产生浓厚兴趣, 这引发了对未来地区军备竞赛的担忧, 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冲突和和解的消息在民间引起广泛关注, 特别是两国居民, 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能导致民众对国家领导人提出更多质疑。 国内政治压力也将不可避免地升温, 政治领导层需要在外交事务中保持平衡, 既满足国际关系的需要, 又要考虑国内民意, 这是一场政治上的高风险游戏, 如何平衡国内外矛盾, 成为领导层需要深思熟虑的难题。 在这场冲突之后, 地区和平的呼声愈发强烈, 国际社会对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和解表示欢迎, 同时也对双方的冲突提出担忧, 地区和平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许, 而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绊脚石, 各国愿意发挥中间人的角色。 通过外交途径, 促使双方达成更为稳固的和解, 以维护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 当我们审视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这场看似复杂而扑朔迷离的冲突时, 不禁让人思考, 这是否只是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一出精心编排的戏码, 是一场政治博弈的一环, 还是两国真正的友好合作, 地缘政治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 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深藏在政治表象之下, 这场冲突和和解或许只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 而我们目前所知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伊朗与巴基斯坦的故事。 或许还有更多曲折的情节等待揭晓, 在这个充满未知和争议的边缘地带, 每一个决定都可能成为重新塑造地区命运的一步, 而这一步将伴随着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逐渐展开, 随着巴基斯坦与伊朗迅速握手言和, 恢复外交关系, 这场冲突或许只是一场政治上的表演, 两国将关系形容为兄弟关系, 然而, 这种兄弟关系背后的政治算计仍然复杂, 巴基斯坦和伊朗或许在借对方之手来消除共同认定的威胁, 同时也在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护本国利益。 中国制造的兼10CE战斗机在巴基斯坦首次实战中取得的优异表现, 不仅为巴基斯坦空军的实力加分, 也为中国军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赢得了瞩目。 这款战机的实战实力检验, 将对中国军工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兼10CE战斗机的出色表现, 将中国军工推上了国际军火市场的制高点, 其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 让世界各国对中国军工产生浓厚兴趣。 巴基斯坦的首次实战使用, 相当于为这款战机站在了国际舞台上。 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的新宠, 在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冲突中, 兼10CE战斗机首次亮相, 让伊朗军方对这款战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伊朗自身的军备水平相对滞后, 对于现代化武器的渴望日益增强, 兼10CE战机可能成为伊朗现代化军事装备的理想选择。 对于中国军工来说, 这是一个在伊朗军备市场上赢得的宝贵机遇, 兼10CE战斗机的成功亮相。 虽然为中国军工赢得了国际认可, 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中国军工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 竞争日益激烈, 各国纷纷关注中国的先进武器装备, 这使得中国在全球军火市场中既面临巨大机遇, 也需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 中国军工的崛起, 不仅在技术水平上展现了实力, 在全球军事平衡中也催生了新的变数, 各国军方纷纷关注中国武器装备的性能和性价比, 这使得中国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展露头角, 也在全球军备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军工的实力愈发强大, 其在塑造国际军事格局上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的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